日本人最ㄍㄧㄥ的時候就是這個時候 你們日本人不只看電影 你們什麼時候都好ㄍㄧㄥ 什麼時候都ㄍㄧㄥ 但是看電影的時候 我非常就是不可思議 在台灣也是 在台灣的電影院其實不是很安靜 我覺得 對啊 日本的電影院非常非常安靜 多安靜 就是我們就是 畫面上非常好笑的畫面 應該大家在台灣的話 對對對 好好笑 所以你們日本會這樣 不是不是不是 日本人是 天啊 真的假的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怕 怕有個人只有我一個人好好笑 所以就哈哈 然後大家都安靜的話 大家都看 所以怕 所以就看看大家的反應 那你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電影播出不關金音算了 對啊 我也不曉得 就是看一個藝術的東西的感覺 大家嚴肅的看 可是總有人吃東西拿東西啊 塑膠袋啊 所以 總是會有爆米花的聲音啊 這都不行 我最想說的就是爆米花 爆米花這個事情 對 台灣人真的是 就是隨時隨地都 咔嚓咔嚓咔嚓那個聲音 日本人用囤的 不是 日本人是 日本人是 黏的 你也不能發出聲音 甜甜的 在裡面甜的 香的 對 然後如果那個 這都頂他啦 不是他用口腔的熱把它弄化 弄掉 對 對 那你們有沒有分鹹的還是甜的 都一樣 都一樣 那甜的的話比較好甜 甜比較好甜 對對對 然後我們要選 選擇那個畫面 所以要有動作片 看動作片的話 有一個爆炸的那個畫面的時候 大家要 是真的 為什麼要這樣 是真的 因為不想要被旁邊的人 聽到我自己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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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因為像吃東西啊 我就有看 在G酒屋看到就是 譬如說 朋友在吃飯 他們就是 然後等到一個人 跑去廁所的時候 你就看到那種狂夾東西吃 對 然後本來說 又工作就是 我不吃東西 所以不能讓別人知道 你是大食怪這樣子 這個是確實 不知道為什麼 對 我去日本 大阪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朋友相約去看電影院 就是電影嘛 欸 看電影是不是 有的人突然會想要上洗手間 對啊 那個應該就你吧 不是 是另外 前兩排的人 但是一個上喔 全部戲院的觀眾 全部都去上廁所 一起去過一床 因為他怕影響到別人 對 所以忍在這個時候 只要有一個人上廁所 喔耶 然後他全部都去上廁所 啪啪啪啪啪 因為日本人 就是很尊重旁邊的人 就是不想要變成一個人 那電影會這樣停嗎 還是 電影不會這樣停 一樣播 但他們大家很迅速的 啪啪啪啪啪就回來 就是說要打擾人家 就全部一起 對 沒錯 打擾完 對 不想自己一個人 打擾大家這樣 那如果你是跟女朋友去看電影的話呢 就一樣喔 所以喔 我帶台灣的女朋友 以前女朋友帶去日本 然後看電影的時候 她不知道這個事情 所以就她一直 寬之寬之 所以大家都不看電影 一直看著我們 你們在這樣子 所以我說 就是小聲一點 真的喔 那麼ㄍㄧㄥ喔 日本的電影員真的很安靜 可是我覺得日本人到處都很ㄍㄧㄥ 她不是只有看電影的時候ㄍㄧㄥ 像你剛剛講那個吃東西的時候 我之前去日本 然後我朋友就跟我說 你女生不能自己在外面吃東西 為什麼 就我不懂她就跟我說 女生是不可以自己在外面吃 我就說不會 我在台灣我自己一個人都可以吃吃到飽 他們說不行 尤其是像那種集野家丼飯那種 更不可以 為什麼 還有站著吃拉麵 女生也不能自己一個人去吃 為什麼 一個人吃 尤其是女生有一點可憐 然後我朋友就跟我說 你可以去那個百貨公司底下 然後去外帶 美食街 美食街去外帶回家 還不能在外面吃 對 我會這樣我餓一個小時耶 因為吃一欄啊 因為他們都隔起來啦 對 他們就說女生就是不能吃 所以就現在越來越多就是 就看幫就寫 一個人什麼火鍋 一個人收洗燒 這樣子就對 越來越流行了 這樣子的話一個人 就我一個人喔 但我覺得日本人 真的是我遇過一個國家 是最ㄍㄧㄥ的國家 我在日本念書的時候 學期末考完試的時候 全班都會聚會 然後我們班就有一個男生 是有點類似像暴走主 眉毛剃掉的 我們三個女生就講說 台灣人不能輸 然後一開始 我們就是喝到飽的啤酒 生啤酒都是握把式的那種 生啤酒杯 他大概喝四杯 他就醉了 之後呢 我們再去學校一個禮拜 他就是眼神不敢看我們 然後就 就是一直撇開 然後去哪裡 就是他一下 他就是往教室外面走 等到上課才進來 我們就一直追問他說 譬如說小楊哥 小楊哥你到底怎麼了 是我們做錯什麼事嗎 然後平常會一起吃飯 可是忘年會之後他就 不理我 你就不理我了 然後追問之下 那個男生說 他覺得那一天被我們灌醉 他說 要不是 這間學校的學費很貴 他說他想休學 這麼嚴重 對 因為他說被女生灌醉 是非常丟臉 到一個境界的 就是輸給女生 或者是喝醉的樣子 給女生看了 就是被女生看到了 是一個非常丟臉的事情 法國人就是 開車的時候 很ㄍㄧㄥ 很ㄍㄧㄥ 非常ㄍㄧㄥ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的法國人 不喜歡用GPS 然後你迷路的時候 我們也不想 吻別人 那個地方在那裡 所以你們還是看紙的地圖嗎 都是 有一些 對 真的喔 或是我們是 離開之前 會先插網路啊 或是現在可能有那個 那個 跟那個手機啊 可以看 可是還是真的 如果找不到 我們真的 很矮面子 然後真的不會問 路上的人就是 這個地方在那裡 或是追不過去 這樣才有冒險啊 然後這個 對 對 可是有時候一定就是 可是你就會一直到表目的地啊 本本就是 我一個法國朋友啊 她女朋友那時候要去考試 去畢業 那那時候她答應她 她會帶她去考試 可是 找不到路啊 然後她不敢跟她說 她迷路了 結果那個女生 學到40分鐘 沒辦法考試 喔喔 她回答紙上的時候 開始哭了 可是那個法國人 還是跟她說 還是果然跟她說 可是人這條路可以到啊 人這條路就是對的 這麼愛面子 死不成了 對 我也有一個法國朋友 我以前跟她一起參加過 那個 民宿運動的活動 然後我們活動之後 就一起去那個 After Party嘛 可是剛好那個酒吧 因為很多人很熱 所以 我們進去那個小房間 而且我們剛好都是男生嘛 所以很熱 就是我們一起脫衣服好了 脫外套啊 脫襯衫什麼的 所以身上就要悲心而已 可是那時候 只有一個帥帥的那個 法國朋友 她都不會脫 所以我很好奇 問她 為什麼你這麼熱 不會脫衣服 為什麼 你不覺得很熱嗎 她都說 那我不會 我不會熱 不會熱 可是她在臉上 一直流汗耶 那是冒冷汗 她冷 對 法國人的體溫比較不一樣 她們在下雪天會脫衣服 不是 她一直敬 裡面一直敬 一直跟我們說 不會熱 不會的 可是 就一直流汗她的臉 哦 法國人很很注意就是 你是外表啊 嗯 那那時候都是非常熱 襯衫都 濕濕的 對對對 所以你不想給大家看你的流汗這麼多 哦 我覺得這個是法國人很非常勁的一個點 法國人不能接受別人開他們的玩笑 比方說我們節目上好了 你們常常吐槽什麼 杜利胖啊 或是 賈斯汀很窮啊 或是 夢多什麼 變態什麼 我很沒有用默感 可是 都沒有人敢 吐槽法比歐 欸她很不喜歡別人開她的玩笑 之前我們有一次上那個數學題目 那他數學的 法比歐的數學就是有名的很爛嘛 對不對 然後 我們那時候 你們就說 他法比歐的你數學真的不好 他說 不是啦 數學很無聊不是我的問題 是數學的問題 他就是很不能接受 就是不能承認他數學不好 所以我想說 我喜歡藝術 我很有想法 我不想算數學 這個是給無聊的人 真的是數學的問題 數學太難了 對 對 數學不乖 對 我也不喜歡數學 數學很無聊啊 無聊 真的很無聊啊 真的啊 怎麼大字報有辛龍大哥 他講過了 三調 跳下一個 滿歌 可以讓我講嗎 你知道你說法國人很驚嗎 怎麼樣 然後去那裡聊 我命完了 不是 我對法國非常了解 而且他剛才講說 怎麼還沒到我 我都沒有講到話 什麼都沒有講 你超早講到耶 你還沒講到話 不是 我要講真正我想要表達的 哪一國很驚啊 好...哪一國很驚 法國 我都沒講到我 你是不是想要說 你怎麼看 你不是一個人 我都不想要 你怎麼看 我現在就應該 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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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看